大家好,我是跟着嗨咖飞出去的嗨咖Alex 今天你好,女婆系列的第三集 我们要介绍的是佛陀的诞生的兰比尼 兰比尼位于加德满都的西侧,它比较靠近印度 那我当时呢,从加德满都到兰比尼斯的时候 我中间有先到了齐旺国家公园,那边玩了三天 那交通的话,我都是通常是大巴士过去 那加德满都到齐旺国家公园,当时大概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 那当然从齐旺到兰比尼大概是那个时间 那兰比尼它的位置呢,就是比较靠近印度了 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形图 大家看加德满都到伯卡卡那个地方,就是喜马拉雅的山脉 所以它稍微有一些山的轮廓,或它的海拔相对可能就稍微高一些些 那到兰比尼这个位置,你看它已经算是一个平原的地了嘛 所以这个地方的气温真的是非常的热 大概到42度左右 我当时去的时候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来了解一下兰比尼这个城市哦 那我为什么要去兰比尼? 那大家对尼泊尔的印象大部分都是喜马拉雅山 然后去帕帕山啊,然后去践行 然后就去加德满都啊,或者去波卡拉啦 这种比较知名的景点 那如果时间充裕的话,有些旅行团也会带大家到齐旺国家公园 就是刚刚我在地图中讲的那个野生国家公园 然后去看看大象啦,白犀牛啦 然后看一些野生动物等等 那通常鲜少台湾的群团可能会带到兰比尼啦 那毕竟可能是要花更多的时间 然后那个地方可能也不是 除了你可能是佛教徒啦 或者可能会比较有兴趣到那里 那其他人可能对那边的兴趣可能没有那么高 那因为我对,其实我没有特别的宗教信仰啦 那其实我们到欧洲游去看看教堂 那到了那个这个地方 我也觉得应该可以去看看去参观教堂的佛教圣地 那所以我就决定到这 因为我时间其实大概也有一段时间 大概快一个月时间在逆迫 所以我就决定去那边住个两个晚上看看 然后体验一下不同的尼泊尔的风情 因为我刚刚讲它的地理位置 其实在加战满都或波卡拉 它是比较偏向喜马拉雅三里 所以他们可能在山上 其实那个地方的温度会非常疑人 然后以及越到南部 包含我讲的期望野生国家公园的话 那个地方已经温度已经有稍微比较高了 大家可能 maybe 大概会有38度到40度左右的温度 在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是5月的时间 那在兰比尼的时候 那边的比较高的温度是大概42度左右 那传言呢 那个地方如果在很热很热的时候 大概会到50度啦 因为可能已经接近印度 我没有去过印度 但是我相信印度可能 温度可能会更吓人 那我真的还蛮怕热又怕冷的 对 那在介绍兰比尼之前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有文化 有故事的地方 所以我可能不只单纯介绍景点 就这样待过 所以它可能是 我可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佛陀在这边单纯的一个小故事 然后不然它的一些 因为它可能会跟一些景点 其实是有一些关系啊 包含什么摩耶夫人庙啊 或里面的无忧数啊 或者是里面的圣识等等 那我这边讲的故事可能 因为可能佛陀诞生在不同的佛教的一些教派 其实可能说法可能有些许会有些不同 但是我这边取自己 可能是大乘佛教的一个说法 就是释迦摩尼佛的父亲就是晋伴王 对 他的母亲叫做摩耶夫人 他们结婚二十年后都没有生育 然后有一天呢 摩耶夫人梦到了一头百相 进入他的主乐 然后就怀孕了 然后他在怀胎十月后 他依照他们当地的那个习俗 回到他们的娘家待场 然后他们就途经 在四月的第八天 这个还讲得蛮清楚的 第八天在兰比尼的圆停留 那兰比尼在梵文的意思就是可爱的意思 就是一个可爱的花园的地方逗留 然后他在园中呢 他就举手攀一根树枝 就是摘了一根树枝 就是我刚刚讲的无忧树 对 就是他的沙罗树 然后摘了一根树枝 然后在休息的时候呢 那释迦牟尼佛呢 就是在他的幼儿里面诞生了 对 然后他那个无忧树的旁边有一个圣池 然后就在那个地方帮释迦牟尼佛做沐浴 对 释迦牟尼佛第一次沐浴的地方 就在那个圣池 对 那以上就是这个小故事 因为待会我可能在 之后的分享会介绍这个地方 兰比尼我住宿的地方就是也是一样在booking.com订的 就是现在画面上大家看到的兰比尼花园酒店 一个晚上大概是1000Ruby左右 我在那边住了两晚 那当时我可能也没做什么功课 然后也没搞清楚气温 有没有冷气有没有空调什么的 我就订了这间饭店 然后到了之后才发现 天哪兰比尼的气温42度 有时候可能会到50度 所以我在那个没有空调的民宿 真的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那可能大家可能了解一下那个温度 就是我带那个万金油 我印象非常深刻 在台湾的万金油它是固态 固体的状态 那我到了兰比尼 我想要使用它来擦 我被文池叮咬的部位的时候 它的状态是液态 就是有点那种乳霜状 就是液态的状态 这可见当时天气有多热 那热到就是我那时候 睡醒 应该是被热醒这件事情 大概11点多的时候 我就决定起来看看 看看有没有附近有没有 饭店有可能有空床位 然后有空调 然后就查一下 然后发现附近可能有 有些饭店是有空床 然后有冷气 然后我就决定说 那我就直接到那个饭店 看看有没有空床位 如果有冷气 我二话不说 我就先住下来再锁 隔天再来这边办checkout 可是我到了一楼下去之后 有没有 天啊 整个门锁起来了 因为他们可能有门禁吧 大概10点的时候 我可能当时也没有问清楚 他们有门禁 所以整个民宿是锁起来 我也出也出不出去 出不出去的 所以我只好在那边 度过我艰难的一个晚上 但是 还好的是说 到了那个晚上 可能月到凌晨 那个气温是有降下来一些些 没有那么热 所以就可以睡着 然后隔天早上 我就跟那个民宿小哥 稍微抱怨这件事情 然后他就说 你不要checkout 你不要退房啦 或者什么的 他说我可以今天晚上 帮你们帮我 在那个 我住的那个 在三楼嘛 所以他在我的屋顶上 他就会放一层水 放水 他说放水之后 你晚上睡起来 就不会这么热 然后他就 本来他只有给我一台 电风扇 那天晚上吹出来是热缝 他就加码给我 再加一台电风扇 给我两台电风扇 我想说 他热缝 两台也是热缝啊 可是他都这么说 其实我这个人就 不好意思再说 我要退 好吧 他就继续住一个晚上吗 那好 好险的是说 真的如他所说 就是在第二个晚上 因为他放了水的关系 所以那个 整个温度都降下来 你要也没有前一天晚上这么的热 所以我其实还蛮 还算是还蛮好睡的 所以我就在那边度了我两天 两个晚上很热的 没有空调的住宿 所以这边可能跟大家提醒一下 如果旅行 注意一下当地的温度 那也不要太省钱 然后找到没空调的住宿 那真的是吃苦的是自己 所以到兰比尼这个地方 要记得 努定的那个饭店啊 或住宿的地方 是有可能没有冷气的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他有没有空调 这件事情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面 上次有boogle下载的地图 就是一个卫薰的图面 那其实中间 你有看到一个圆形 其实是摩耶夫人寺 就是兰比尼最知名的景点 就是佛陀的诞生的地方 那你看右边这边 其实这一区 我现在画的这个区 就是他们的兰比尼的市区 Downtown的部分 那我住在这个兰比尼的花园 这个民宿这个地方 在这个位置 对 那其实这边看起来 感觉也还好 其实中间是个摩耶夫人寺 然后左边是我们的Downtown 然后相对的位置长 如果再把这个卫星云 再缩小一点点 你就可以知道 这圆区有多大 你看 超级大的吧 而且是一个长方形的 一个建筑物 不是建筑物一个区域 非常非常的大 然后中间有看到 你看刚才一个缅甸京市 所以其实这边有很多各国的 那个寺庙都在这边 有个缩小版的寺庙在这边 那跟它对角的部分 在最北方有一个叫 世界和平塔 那这个是由日本人建造的 你看 就是个白色的一个塔 一个建筑物 它蛮有名 这个是一个世界和平塔的部分 那其实这个中间有一个运河 小小的运河 对 这边有个运河 对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是个运河 然后其实这边左右两侧 包含这边所谓的东侧 这边的西侧 你看这边有Korea temple 就是韩国的寺庙 还有印度的寺庙 有些佛寺 其实都在这个地方 OK 给大家再放大给看一下 各式 越南式啊 什么的 非常非常多的寺庙在这个地方 而且是整个规划的非常好 而且非常干净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边可以看到世界各地 佛教的寺庙在这个地方 可以看得到 那我现在来分享一下 就是他们在园区内 他们的官方的地图 对 就是这一张 然后它的方向是有点反过来 就是有点像 顺势中转 转一个 45 90度 然后北方的话 就在我们的右侧 那我刚刚讲 刚刚讲那个运行的 摩耶夫人的区域 就在我的左侧这边 然后中间有一个运河 分隔 整西方跟东侧的 然后方便可能旅客去分辨 那个他们想去的那个地方 在哪个位置 对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 原本那个我刚讲 日本建的那个大金塔 大塔 佛塔 它不是金塔 大佛塔 对 然后这边秀给大家看 就是他们有很多国家 在这边建的佛式的样貌 包含右边有那个缅甸的大金塔 对 大家可能在阳光就看到非常震撼 然后其实在这边可以看到一个小型的大金塔 对 然后中间有日本的 这有一件日本式建筑的概念在这个地方 对 然后还有法国的 有没有 德国的 然后这边是中国传统型的中国式的建筑 还有这边刚刚看到日本的 刚刚讲那个大佛塔 和平塔的部分 然后其实这边还有 Combotia就是建筑在他们建筑在风格的佛式 对 所以各国各式的佛式都可以在这边可以看得到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个佛教徒来这个地方 应该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因为可以看到不同的佛式建筑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园区 那接下来我们就分享我的旅途的一些拍的一些照片 那大家看到的第一张就是我住在民宿的那个三楼的那个照片 那大家可以看到那个照片里面有一个我的背包 那就是我在旅行一个月 就是这个后背包而已 小小的 但是里面还装蛮多东西的 然后就是看到那张床 然后我的霹雳药包 那可以刚刚 其实刚在看秀旅馆的一个照片 其实是蛮接近的 那因为那时候第一天 我从那个期望国家公园到达来密尼的话 到那边大概应该30点 那我就check in 之后放完行李之后想说 就是到那个摩耶夫人池去晃晃 那当时我选择 因为我都是用走路嘛 想说应该不远就用走的 是这样走的还蛮久的 快要40分钟才走到摩耶夫人池 但是 因为第一天我想说大概走走 因为也快要接近6点 那我记得他是6点就官员 所以我当时就没有买门票进去 就只在附近晃晃 对 那现在可以看一下 我就是第一天 我到了蓝饼里的一些照片 那已经看到 已经看到这边是 我们刚刚刚看到那个 从镇上到摩耶夫人池中间的那条长径的路口的闸道 对 然后里面其实从进去就可以看到很多佛饰 对 那其实可以看到他们进去都是需要脱鞋 那其实很多这种佛饰的里面是不可以拍照 那我去的时候好像我记得有一个佛饰呢 它是在里面其实有人在讲到 然后其实里面有很多当地人围在那个地方 然后那个地方也有很多是可以点等等 对 然后其实这边有很可爱的那个 那这个地方就是我刚刚在修地图的那个运河 就是一个人工的运河 然后这边有一个不灭我是非常有名的 然后其实这边有很多印度人在这边参观 因为这边离印度很近 然后我去的时候是五月份 应该是印度他们 我记得佛陀的 诞生日在五月 那一年是五月中 所以那个很多印度可能有一些人 会往这边来移动 然后这边参观 所以这边可以看到很多印度人在这边旅游 这我刚刚讲 刚刚看到讲那个不灭火 然后前面就是一个非常长条的运河 那因为那个是班晚 所以我没有想到走很远 大概走到这一区 然后有个钟啊 所以就随手排排 这是运河看到的夕阳 对 然后就一面而来 就看到有他们的富人 带着那个 他们的所有的货运 就是用头顶 我每次看到这个 我觉得这种文化冲突感也蛮大的 对我来说 所以我就特别喜欢拍类似的照片 那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这边 你看 我觉得那种感觉那种氛围还蛮好的 而且我觉得iPhone拍起来的效果也还不错 然后这是他们的一些 诶 这个比较特别是 因为是我走累了 然后他们的 就是可能他们当地印度游客 来找我拍照 对 然后我本来以为是 叫他找我 是要帮他们拍照 因为想到是 诶 叫我可以一起路径一起拍照 然后这边是那个很漂亮的 在运河附近 然后他们这个建筑其实整个是非常有设计感 这个整个园区是规划的很好的 这是夕阳 对 然后这边我就还是请了 怎么办 我拍一张照片 然后这边就在摩耶夫人池的对面 然后我看到好多人在那边装水 然后我想说应该是圣水吧 然后我就我也学他们拿我的宝特兵去 拿我的宝特兵去装 然后他们就 我好像第一次是装是 最左边你看他前面也比较靠近 就是那个人的另外一个还没在装水的那个位置 然后他们就很好心告诉我说 其实这里面有四个水龙头 然后只有中间两个是饮用水 其实你可以喝的 你不需要在煮沸就可以喝的饮用水 那左边两侧其实是致癌水 他是不能够饮用的 可能是勾米洗手 那我去装的时候我不知道 所以他们很好心的告诉我说 如果你要装回去喝的话 你可能要装中间两个 所以下次有人来这个地方 其实可以装回去喝喝看 我觉得还蛮好喝 我是真的身影没有拉肚子 然后这边就很多印度的游客 其实在这边休息 然后有些人去装水 这就是我装的 我就在听他们话 我就装了一壶水 矿泉水 对这边可以看到他有四个 然后中间两个就是饮用水 左边两个的话是指来水 是不能够饮用的 然后我看到这个印度小朋友好可爱 我就去拍他 其实有点小偷拍啦 可是我也是坐在那边 然后呢 我的iPhone就很明明的 这样对着他拍 结果 我就觉得他很可爱 然后我在拍的过程中 那个弟弟 就看着我好像觉得很怪叔叔 他就开始哭了 真的哭了 那我很怕他的爸爸来揍我 你看他哭了很可爱 可是我还照拍 结果他爸爸 就觉得很好笑 他就跑来过来说想跟我一起拍照 那我就跟他继续拍 跟他就是跟他自拍 然后跟他哈拉了一下 他爸爸很有心 对 然后我就送他一个我的耳挂包 对 然后就是交朋友 然后之后其实还有一个小故事 我跟他拍完之后 那个小弟弟不是哭得很凶吗 结果 他就拿他的手机 往我这边拍 然后也变成他在偷拍我的概念 然后就笑得很开心 所以我们就互相拍的很血染 然后最后他就没有再哭了 对 然后就是这样整个参观完 我也没有记摩页夫人情 因为第一天我想说 稍微逛一下 然后我就回到住的地方 然后我就在住的那个街头里面 随便找一家 找一家餐厅 然后他们是坐在马路边 因为真的太热了 就是在马路边晚上 然后有可能有些微风会吹过来 然后我这边就点了一个酒 然后点了一些柴 你看很有氛围的 他们有个蜡烛点在这边 然后我点了一瓶酒 然后点了一个 那个 手抓饭吗 对 还蛮好吃的 对 那其实这边还是有蛮多外国人 会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就在这个地方认识了 那个一个美裔的以色列人 应该是以色列裔的美国人 对 然后他刚好去走完 那个什么 ABC 的Trade 然后也来到南北尼 然后他下一个点 就想要回到加德满都 然后说我们在那边 哈哈 他就跟我约说 那明天 我们要不要一起租车子 然后一起玩 因为他觉得 可能如果两个人去谈 那个租摩托车的费用 就是一人一台 那可能会得到 比较好的价格 所以我就说 嗯也可以啊 那就是说 如果你觉得 如果谈到好价格 是可以一起租摩托车 其实那时候 如果他没来找我 其实我没有想到租摩托车 我本来是想说 骑脚车晃晃圆区就好 从来真的没想过租摩托车 可是还好租摩托车 因为这整个园区又大又热 如果不是租摩托车 我可能会 挂在那个地方 因为那园区真的太大了 然后这是隔天早上 我觉得也是在这个区域吃早餐 然后这就是我可能 刚刚讲的那个 我在好像前几机油梯 到垃圾不落地 在兰比尼这个地方 所以很特别 就是这个 我大概这个时候 大概早上八点吧 然后我在那边吃我的早餐 然后就看到 这些人在倒垃圾 虽然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什么 放那个什么音乐 告诉你垃圾车来 但是大家就是 以垃圾不落地的概念 在这边倒垃圾 然后我觉得很有趣 我就把它拍下来 然后我就在偷拍一个附近 我觉得这个 当时觉得这个女的 长得好有型 像是电影 印度电影里面 会出来的女生 然后我这边就开始 跟那个老外 那个以色列裔的 美国人 他叫Leo Leo 对 然后我就谈了一个好价格 反正可能从1300Ruby 然后就沙沙就变成1100Ruby 然后台币大概300多块吧 315Ruby 一天 老实说真的蛮贵的 而且他是电动车 所以我在中间 回来镇上吃饭的时候 又拿回去给他充电 这样比较保险 所以就是 这样子花了我315Ruby 因为我看我住一晚才1000Ruby 然后住一台摩托车要315Ruby 一千Ruby 住一台摩托车要1100Ruby 对 所以他实际是相对是贵的 但是我觉得值得啦 因为真的贴气太多了 然后我在那边享受我的早餐 然后点然后类似双饼跟什么的 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还可以 然后我就跟他就去 然后这个 这是我的第一站 就是斯里兰卡的Monastery 他们的斯里兰卡的那个寺庙 Monastery 然后我就跟他 我那时候就一直骑摩托车 就跟他一起走 然后这个 这个老外很特别 因为其实 在台湾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们宗教的因素 我们通常都会很习惯是从 面临大门 从右门进 右侧的门进去 然后左侧的门出来 所以其实有点 有点逆时针的概念 但是在尼泊尔他们绕塔 是用顺时针的方向在绕塔 其实我之前有分享过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 逛所有的佛师 他一直都提醒我说 一定要用顺时针的走法 他一直提醒我说 你要这样子走 要这样子走 这样子 所以不要绕错方向 反正他对这个老外 其实很特别 比他这个文化 尊重当地文化 是有他的坚持 那又拍一下 这应该是士里坦卡的 佛师的照片 因为第一个吧 所以我就会比较认真多拍很多照片 然后之后真的是越来越热 我就走得越来越快 然后这是一个尼古湾 对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 当地的天气真的是非常热 所以我可能很快 大家看一下 那当时我都是拖着写的 所以其实那个地真的超烫的 然后这个是缅甸市 所以缅甸就会有大青塔 对可以看到一个大青塔在这边 然后其实我也去过缅甸 早期就去过缅甸 当他台湾人还不常去缅甸的时候 我就去过 其实我也可以跟你分享一下 我缅甸的旅行经验 那这也是很特别 因为他们当地人看到我们 就找我们一起合照 然后就坐在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是真的很漂亮 可以看一下 其实这边真的是非常漂亮 这种这个特色 应该是白妙 我印象中 他虽然是泰国的白妙 对那我就大概看一下地图啊 什么的 然后我觉得这是我骑的摩托车 然后他们也还是要规定 一定要戴安全帽的 对 所以这玩意 太热了 然后这个位置就是我刚刚讲的 那个日本的 那个大佛塔 就是和平塔的部分 很漂亮 就是这个就是 最一定是最北侧的一个地方 世界和平佛设立塔 然后他的旁边就是他们日本的 三庙法师 对 这是大青塔 啊 那个和平塔的位置 其实还蛮震撼的 然后其实旁边很漂亮 那其实那个以色列裔的美国人来 南秉宁除了参观这些佛饰跟以外 他还想要 因为他带的一个 一个非常专业的单眼相机 就是为了要拍这一个 这一个荷 你知道 好像天空只有这个地方才有的 叫做 那个 普塔 普塔 克 就是普塔佛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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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对 就像这么漂亮 然后他最长的造型就是我现在看到的这个造型 所以其实到南秉宁 不只要看佛事以外 还要看一看这个佛陀的课 然后其实如果这个没有 那个以色列异的美国人告诉我的这个东西 其实我到这个拉比尼斯 我不会去注意到这个动物 这个鸟类 那我会找到这个和平塔的附近 就是为了寻找这只鸟 然后一直在找它 可是最后我们还是在摩耶夫人寺附近找到它 然后我这一路就惯了好多 这是新加坡 新加坡的佛寺也在这 这是新加坡 新加坡佛寺 对 那这个是 对 然后有很多的佛寺 那这个佛寺是什么佛寺 其实我都有 哦这是法国的 这是法国的佛寺 特别 连法国的 其实这边好像是欧洲区 我还有一些什么德国法国都在这区里面 对 那其实大家可能注意一下 因为我过去可能有接近中午 那有些佛寺中午是没有开放 可能要等到一点才开放 所以其实中午 不见得每个地方都有开放 那这是中华寺 就是中国人的那个寺庙 刚刚一样 我刚刚提到 他们进他们所有的佛寺是需要拖鞋的 然后这是中华寺 就是 然后中午我就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找一个有冷气的餐厅 因为真的太热了 然后把我们的那个 那个电动车拿去充电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吃我的午餐 稍微休息 天没有那么热 再去参观 其他的佛寺 然后这个就是那个 也是练剂的美国人 我就送他我的瓜包 然后我们拍了这样的照片 然后之后我们再去看其他的佛寺 那反正就是看不完的佛寺 然后其实这是当地佛宴 就是尼泊尔的佛塔 就是我们最后在下午终于找到那个佛陀赫 因为我的手机真的拍到超不给力的 其实他就是这么漂亮 其实如果你现场看到真的还蛮震撼的 如果拍得漂亮 其实他真的是蛮漂亮的 然后拍到这个之后 然后拍到这个之后 我就跟那个以色列裔的美国人 大概就分岛扬镳 因为他那天要坐夜车要回那个加德满度 但是我是隔天的早班车要到那个 那个波卡拉 对 那因为他在昨天已经去过 那当那个的前一天他已经去过摩耶夫人寺 所以我们就是分岛扬镳 我就到佛爷摩耶夫人寺去参观 因为那是这次旅行的重点嘛 所以我就在那边买了门票 我刚刚有提到他的门票是 而且你看哦 他有说我的Country是哪来自于哪里 因为他要看我的护照 对 然后我就花了五百块 当手续的时间是5月22号 2019年 然后 这边有个小故事可能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 你有大家有看到我的鞋吗 我的拖鞋已经破 已经坏掉了 已经整个扳开了 就是已经 已经脚底已经整个分离了 所以我这时候走的 已经是一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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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突然间来一个印度的小妹妹 跑来跟我讲说 她说她想要再跟我合照 我觉得我已经有点狼狈在那边 她居然要跟我合照 所以我就只好跟她一起合照 所以看到我的鞋 其实我是有点小尴尬 但是她这个女生其实还蛮可爱的 对 那这是进来摩耶夫人池 摩耶夫人室的位置 然后大家看到这个水池就是 那个圣池 就是当时那个 释迦摩尼佛诞生之后 然后出生之后沐浴的地点 就在这边这个圣池 那这是唯一现在还保留在的一个圣池 那我这边就是之后拍拍 然后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无忧树 就是那个无忧树 大家有的人说它是菩提树的一个地方 然后下面有很多 那个和尚在那边静坐 或者在那边在打铲 对 那其实这个职场非常安静 非常舒服的一个地方 然后其实这个师傅 他很特别我拍他 因为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就是说我当时 就这个师傅他看到我之后 他就叫我 他居然跟我招手 就跟我招手 然后叫我坐下来 叫我坐下来 然后就看到我手上带了一个菩提 菩提的纸的手链 那这个手链也很特别 其实我在旅行的时候 不是很喜欢买观光的东西 不喜欢买太多经验品 但是这个菩提纸的手链是在 我在跟那个 那个利友在起摩托车闲晃 然后中间有一段是蛮累的 然后我们就下来买点饮料喝 然后刚好那边有个卖纪念品的地方 然后我看到这个菩提纸手链还蛮特别的 我就把它买下来 然后大概花了150块钱Ruby 就台币大概40块钱 而且非常非常便宜 而且那个菩提纸手链还蛮漂亮 所以我当时在那个无忧树下面 被那个和尚叫我 就是帮我教手叫我坐在他旁边的时候 他就看到我的菩提纸的手链 然后他就告诉我这是好东西 他就直接把我从手上把我的菩提纸手链 拆下来 然后他就开始在帮我念经 他在帮我做加持的动作 那我就觉得还不错啊 他就帮我做加持完满开心 然后我就在旁边就静待他的加持 所以你看他这个Powl Point的照片的右下角 其实他在加持他在念经 然后念完经之后 他就把这个菩提纸链再带回我的手上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缘分 那带回... 对我这边可能有写到一小段 他带回来我手上之前 他还有用那个手链在我的耳耳上轻敲一下 然后再放到手链交给我 那我觉得这个缘分还蛮特别的 那当时我在Facebook的分享就只有写到这边 就是那个... 他把这个手链交给我 然后之后真正发生的事情 我只有在分享会分享 就是突然间有一个会讲中文的和尚 跑来跟我讲说 那你是不是应该要... 要给一点... 他那个佛教的时候 我要怎么化缘吗 还是... 就是有一个特别的说法啦 然后就是他一直是 我可能要给他一点点钱 这样子 那我就想说好吧 那我就把我的... 就好像掏了不知道多少钱吧 大概几百块入币 我就掏出来 然后就谢谢他 他帮我加持 然后他就很快把那个钱 就赶快藏起来收起来 然后就一个非常特别的缘分 但是很可惜 这个补迪斯手链 我真的真的非常喜欢 我记得我在第一场分享会的时候 下面有一个会感应的... 的一个先生 然后他真的有跑来告诉我说 这真的是有灵性的东西 他叫我要好好保存 但是没想到隔几个月 就我回来之后 然后那一年的年底吧 我不知道在什么样的状况 那个菩提斯手链就 再也找不到了 很可惜 我不知道或许他现在在我家里的某处 但是我真的找不到这个菩提斯手链 那希望他哪一天 他跟我有缘的时候会再度出现 对 那所以是在这个菩提斯手链 的故事之后 其实我是在这个... 那个摩耶夫人池 其实我待了真的蛮久的 因为我觉得那个地方虽然很热 但是在那个无忧处下面 有感到一丝的平静 而且非常的凉 非常的舒服 所以我在那边在静坐的蛮久的一段时间 对 这是刚刚那个师傅 所以我在这个位置就拍了很多照片 然后他们很多的和尚 很多的修行者就是聚集在这个位置 就是这一个 我刚刚说要帮我加持的那个师傅 然后帮我拍照就是那会讲中文的 叫我要付点钱给他的那位先生 对 然后这是我刚刚讲他在帮我加持 然后就是之后加持后的那个菩提斯手链 然后其实这边 然后这个无忧处 我刚刚刚提过 其实在玄奘吧 对不对 玄奘其实他在某个宿点 其实有说过 其实他到 他当时到西天取经的设计 到这个菩提树下 其实已经 这个菩提已经干 已经干枯了 所以现在看到的 其实已经不是当时 佛陀的那一棵树 是后人在种植的 然后这个就是孔雀王朝 阿玉王的那个 阿玉王柱 其实这个柱是非常有名 那他大概只有 大概8到10米高 然后他有名的地方 就是说 因为他这个阿玉王在孔雀王朝 在这边干了一个柱子 然后后代的讲法 说只有这个柱来见证 其实这个真的是佛陀诞生的地方 然后可能这个地方 有真的有 当时有很多的遗址 包含在这个白色建筑物里面 有很多的遗址在里面 然后发现我现在看到 这个的位置都是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 整个那个菩提树的 就是无忧树的样貌 对 其实这张真的还蛮漂亮 我拍的还不错 怎么说自己做的还不错 对 然后其实下面做的蛮多人 其实这个这样子的游客已经算非常少了 如果听说他们很多人到这个地方 那个最急满的人 很可怕 这边是当时有一些遗址的部分 就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所以我就拍了很多照 那就是我 然后拍完之后 就是就回到我住的地方 然后就是我 起摩托的照片 那可以看到那个矿泉水吗 其实当天真的超热 我大概喝了五大瓶这样子的矿泉水 不然我真的超热 我一直狂喝水 因为我真的超级会流汗 那我刚刚有提到 我的那个拖鞋坏了 我觉得这双拖鞋 我是在南比尼的镇上买了这双拖鞋 而且重点这双拖鞋 不到目前2021年 我在家里的拖鞋 就是出去7月买拖鞋 都还是这双 还没有坏 对 这双拖鞋真的很赖 我只是买了 我只花了150块钱Ruby 对 超便宜的 然后这是他们南比尼最后的那个样貌 最后又到了彩蛋时间 但其实这一集的彩蛋 其实也没这么特别啦 其实我刚刚在那个南比尼的时候 的照片其实就有分享到 其实在这个地方 呃 我们有享受到Superstar的待遇 因为 呃 印度人 或者是他们当地人 其实很少看到亚洲的面孔 或者是其他国家的面孔 所以他们看到他们看到我们像这样子比较特别的面孔 他们都会主动来找我们合照 所以其实刚刚看到有是不是有很多张照片 都是他们主动来找我合照的 那包含可能可以看一下 像右下角那一个 那个是我第一次被要求合照的照片 然后他们来找我其实我有点压力 因为我就坐在那边刷我的手机 然后他来找我 其实我们语言不通 我一直以为他们是来找我那个 帮他们拍照 结果不是 他说我也要入镜 他说主要是拍我跟他们一起拍照 然后之后其实陆续就像这样的照片很多 比方说我刚把那个小朋友弄哭 然后他爸爸也是找我跟他合照 所以他们就是好多人都喜欢找我合照 所以到了隔天那个立友 那个美国人 他就很enjoy这种感觉 所以在我们在参观很多佛事 看到很多当地人 或者是印度人的时候 他就说sure 他就马上就是摆出一个superstar的姿势 跟他们合照 所以这个时候我可能还是比较害羞 好啊一起拍拍照 没有superstar的感觉 然后中间其实那张照片 就是我刚刚说我的那个拖鞋坏掉 那个妹妹我也是 他不知道我已经很囧的 在那边一拐一拐 他还是找我跟他一起合照 而且帮他拍照的是他妈 我觉得很特别 所以还是跟他们拍了一张照片 然后我也把我的手机都好 要拍大家一起来拍 所以我其实在这边已经享受到 我是superstar的待遇 然后到处都在街上 有人想跟你一起拍照 所以蛮特别的 如果你们有兴趣 想要享受superstar待遇 也可以到蓝比尼看看 然后蓝比尼真的是一个 不错的地方 除了他的气温真的非常高以外 但会有人说印度更高 当然我没有去过印度 那我觉得如果你对佛教 或对一些历史文化 是有兴趣的话 或是说你想要感受到一些磁场 尤其我觉得这个地方的磁场 是真的也还不错 那如果你有多余的时间 在尼泊尔的话 直接可以考虑一下蓝比尼 那今天就是以上我们的节目 如果你还喜欢的话 记得要订阅分享小铃铛 订阅按赞分享小铃铛 对没错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 下次再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